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53集的节目 这一期的节目开始的话呢 我会导入一套软件呢 帮我自动生成字幕 不过这个字幕的话呢 由于是自动辨识的 所以可能有时候我发音如果不够正确 或者是用词太过深色的话 甚至如果不小心夹在到英语用语的话 可能他会判断错误 那我会呢在事后的话呢 花一点时间做点校正 不过如果没校正到呢 各位可以当做是我变形不到位一样的 家常便饭就不要跟我计较了 那再来由于他是大陆的 开发出来的一套软件 所以他的字幕生成的话呢 会以前体字版为主 那如果我有自己做一些更正的时候呢 打出来就会是繁体字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繁体字和简体字 混杂使用 各位这一点就不要太在意了 这个都看得懂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NA的话呢 这一款幻影 目前已经不少朋友都拿到了 评价呢 非常的不赖啊 那由于这款玩具呢 质感非常的不错 那我想说就直接把它从盒子里头 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开箱 那么这个车子 赛车的形状 水蓝色 那有一些金属光泽的涂装 然后轮胎的话呢 也是没有做出胎纹的 那么这种赛车的话呢 它其实有把相关的资料 写在盒子的内部 哦不 盒子的底部 各位看一下 应该能够对它有更深刻的了解 那除了炮壳之外 炮壳里头 有两个枪 哦不对 一把枪 跟一枚这个子弹 那么非常可惜的呢 是它的这个配件啊 在车形态下 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搭载的 所以我们暂时就把它放到一旁去 再来是它的一个说明书 变形的步骤 并不多啊 并不多 那可能有些地方 比较创新一点 那这一集 会给各位做个示范 首先它的车形态 有合金的部分 像是这个车头 前面这个部分啊 非常冰冷的手感 然后这个也是有打锚钉的 没有做任何的胎纹 滚动性算是非常好 那么说到没有胎纹这个事情 这个车子相关的资料 有写在河底啊 1979年获得比赛优胜 好 那我对车子的话呢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兴趣 它的后方啊 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定峰尾翼 后面这里 人形的脚尖 是非常大块的合金部件 人形的部分呢 隐藏在车子下方 手脚等等啊 那这个轮胎的话呢 出乎意料之外的固定的非常的好啊 我原本以为看它这个结构会不会这样去晃动 结果居然是不会的 那么呢 它的一个最这个变形最有趣的地方呢 则是它的一个肩炮 是能够达到一体变形的 这一点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 从车子到人形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 首先的话呢 从侧边这里把它给拉出来 这边拉出来 手臂的话呢 从这里一样把它给往外挑出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先来进行它的一个腿部的 哦不对 先把这个部分给变出来 先把这个肩炮给拆了 哦不对 现在讲肩炮会不会太快 这个地方挑出来 这里往侧边翻出去 然后翻到这里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先把腰部翻转180度啊 我们先做这个动作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足部的变形 足部的变形呢 是这一块部件 跟这里 它其实是一个敲敲板的一个结构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敲敲板的结构在这边 应该是指这边可以看 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一块 这一块部件跟这块部件 中间它是一个敲敲板 哎看到了吧 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把这个腿呢 给做一个伸长 那伸长之前的话呢 必须先把这块板子要下来 这个轮胎就必须进去 轮胎进去这里没有空间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脚斜肩 先给推到前方去 轮胎翻进来 这块部件终于可以下来 它能够下来 就会一个敲敲板 把这个脚的话呢 哎顺便的给 带上去 就呈现这个形状 那么到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块部件 给 推到这边翻过来 往上折 最后整块部件 把它给推到 后方去填补 这个缺口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块部件呢 就可以顺势的 完全把它给往下打下来 然后有个卡扣 把它给扣进去 到这边 然后最后做一个翻折 哎 如此一来 这一条腿部的话呢 就算是 变形完成了啊 那么这一侧就可以往上 提上来 这个腿 那另外一侧的话 我们就再变形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如此 先要把这一块金属的这个脚鞋 叫脚前根推下去 轮胎才能够翻进来 这块部件才能往下放 它能往下放呢 这个脚呢 才能够往上面伸上去 这里有个卡垢 把它给扣进去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部件 往侧边 推过来 推过来之后 往上折上去 然后透过这个连接轴 把它整个塞到后方 然后这里转上来 鞋尖转正 到这里 整个逻辑啊 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赞的一个感觉 上半身的变形呢 更加的简单 拳头翻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块部件 整个轮胎这个部件 它是一个部件往上翻 推上来之后 把它轮胎往中间 做一个集中 集中之后呢 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 从这里翻上去 再来的话呢 这个前方两个金属部件 是可以对折的 我们先把轮胎 塞到肚子里头 再把侧边这个部件 压下去 两侧都一样 压下去 再来最精彩的 就是它的一个肩炮啊 就是原本 车子顶盖的后方 这个部分 这块部件呢 就可以包覆过来 然后呢 这里 把这个肩炮 从这里 应该是先 推出一个空间 这里 先把肩炮 翻出来 翻折上去 这里 才恢复原状 这块部件 往上推 形成它的一个 不会干涉到 腰部转动的一个形态 再来把这个肩炮 往前放 最后就是怎么样呢 把这个胳膊 往上提一点 放下来 这里 挑出一个 你觉得最好看的 一个肩膀 那个形状 我们这一款 这个NA的 不对 还有地方 没有变到 这里 很容易去忽略到的 一个地方 很多人可能 等着要留弹幕说 护肤 其实日常变性不到位 这一次呢 我也不确定 能不能全部变到了啊 但是呢 我尽量的呢 能够把我注意到的部分呢 都给各位做一个讲解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块 New Edge 所推出的 Spy Chain Spy Chain吧 这个叫做 间谍谢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这个名字 它的一个 人形态 就变形 完成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人形 后方 这里 轮胎是夹在后方的 那腿部后面 有个很大的轮胎 后方 你要说这个雷队算多吗 嗯 或许吧 你可以这么样去判定 站立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 站着很稳 这两块部件 是金属部件 所以它的一个人形啊 在站立方面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肚子 两侧 也是沉重的金属块 因此这个人物的 重量分配 非常的不错 那么它的身上的这个关节紧实度的话 恰到好处啊 玩起来非常的舒服 手臂 三度零度的转动 额头肌也可以转动 拳头唯一不能转 是它可能比较可惜的地方 腰身是变形的时候会转到 各位也见识到了 头的话呢 也是可以做一个左右的转动 然后 肩炮啊 是我觉得这一次一体变形啊 是非常赞的一个设计 脚的话呢 接地靠的是前方 这个关节 那么它附带的武器 是一把 这个长枪 长枪呢 只要 插孔 插到拳头里头去 就可以达成一个握持了 好 握上了 一把枪 非常的帅气 另外的话呢 则是一枚 这个 应该是一枚导弹了啊 如果你要把它的这个 尖炮的这个 你嫌这个 尖上这个炮呢 不够粗大威猛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换一下 换成这个 更长一点的一个导弹 那如果你想要给它调个特殊的角度的话呢 你调起来 这样可能太长了 如果你要把它立起来的话呢 还是换短一点的 可能看起来比较协调一点点 然后这一次的裙甲 裙甲是可以动 裙甲可以往上翻 OK 那整体来说啊 这个变形的话呢 非常的简单 流畅 记忆点非常的强啊 来回呢 只变了一次 也就能够印象深刻了 整个做工质量 涂装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了 几乎可以再一次 验证了我先前 给NA这一家的一个 很高的赞美啊 就是他们家的东西 真的是越做越精彩了 那么这一集的话呢 就给各位 进行到这边 最后对比一下 就是官方的一个 核心级别的玩具 我只会关机的玩具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